臺灣時尚第一位獲得美國NCAA 一級獎學金的旅美好手吳永勝 趁著球技結束空檔返台 和媒體暢聊旅美收穫 尤其身上加州州立大學沙家免度分校 第一年所經歷的震撼教育 真的不少 真的是精靈中的精靈 高中平均得分 每個人都十幾分 十幾個籃板 二十分 到大學第一次打 就覺得自己還是很多的不足 自己每一場每一場的穩定性 還不夠這樣 吳永勝定下目標 要在NCAA穩定出賽 成為球隊的先發主力 這樣的鬥志也激勵了旅美 第一年的小學弟林廷謙 身為U16亞青中華隊總教練 林鄭明的兒子 林廷謙就讀肯塔基 衛斯理高中一年級 不只長高長壯 心態也變得更成熟 這次回臺將投入U17 使清集訓 最大的時候應該是 我自己的態度變積極了 就是因為在在美國看到 條件這麼好的球員 就知道更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後就會想去再 再自己加強 吳永勝反臺後 同樣沒得嫌 短暫休息後 就將飛回學校 和他的沙家緬都大學 對隊友們代表美國出征瓊斯杯 國中畢業就沒在臺灣打過球 第一次回來就是這麼大的比賽 然後電視又轉播 然後又是在臺灣這麼多朋友 人面前這樣下打球 但很緊張也很興奮 那就是平常心吧 身為臺灣人 卻要代表美國隊打瓊斯杯 和中華籃板隊展開較量 吳永勝心裡既緊張又興奮 就連他的隊友們也迫不及待 要見識瓊斯杯的魅力 我們的球員都沒有出過 國連護照都沒有 多少就是一些疑問 就問我說臺灣在哪裡 然後這是什麼比賽 然後我們要跟誰打 教練有沒有特別說 就說如果你有機會 就是跟光滑隊 還是中華列電球的話 就是幫我就是 就是清授他們 對 頂著臺灣第一位獲得 NCAA一級獎學金的光環 吳永勝勢必成為 全臺灣球迷關注的焦點 期待他能克服這樣的壓力 在場上發揮實力 證明身手